記憶不捨 捨不得 地車上最浪漫的一首歌 我怕太長現實的快樂 只是你借給我的 今天我們也聊過 他龍胸口這裡有一個 LOGO 小鬼 對 對 我們經過了兩年了 待會我心裡面還是很難過 但是OK的 我們都會走過來好不好 我們在這裡也祝福你們 祝福每一位好朋友愛你們 好嗎 愛你們 愛大家 愛大家 愛你 謝謝 在我們生活不容易的時候 最熱門是什麼節目 陪我們走過這八年 一 二 三 做一碗很大 我愛你的資格 未來會怎樣誰敢保證呢 此時此刻怎麼輕飄飄的 好像不是真的 真的因為情歌還不都是別人的 真的忘了變成哑巴有多久了 記憶不捨捨不得 地車上最浪漫的一首歌 我怕太長現實的快樂 只是你借給我的 緊緊抱著 擁抱著 地車上最浪漫的一首歌 我的靈魂那是一功格 因為你而完成了 完美了 不可能 別可能 地車上最浪漫的一首歌 你眼神裡那裡充光澤 心裡還是熱熱的 最親愛的 心愛的 地車上最浪漫的一首歌 發酷酷的 變得甜甜的 因為你是恩國的 找到了 我覺得事情發生那麼久 我也不知道我自己 到底是有沒有把它放下 當然是在吊橋的時候 我跟黑人哥兩個 突然有一個瞬間就是 眼淚是一直流 最好的主持人 結合大家的顏色 如果大家有來這個地方的話 可以從頭開始走走走 對 發現一下我們的條太大 其實我剛剛在那邊的時候 我覺得一開始是太突然了 因為這件事情其實我 就是一直都沒有想過 然後後來完全就不會去 去想這件事情 因為我覺得 在我心裡面就是 只有它的存在 所以說我知道我來 萬安大其實 是有我的任務 跟有我想要來的目的 所以剛剛其實在 在憲哥講完這一切的時候 有一下子是 一下子沒辦法 接受這些事情 所以後來 我有放空了一下 那時候放空的時候 就好多 好多的那種畫面 譬如說那時候 跟他兩個在競爭小隊長的時候 然後很多一起參加萬安大之後的 闖關啊 或者是出國啊 真的好多 我剛剛真的突然一下子 突然已經湧上了 所以那個心情真的很複雜 我想說就是 對 我會好好的 把他這個棒子接好 然後我會繼續做下去 好好的扛著 因為其實我們 一直在一次考慮的事情 已經在我的心中 就是他還是 還是很重要的存在 那時候其實我想說 要送什麼樣的禮物給我 然後就是 接力包很實 並不是他不在 他只是接手給我 所以那時候我就覺得 好像應該 送這些禮包給你 然後就是我的一些心意 其實是 我覺得事情發生那麼久 我也不知道我自己到底是有沒有 把他放下 還是說就是 那個難過已經 難過完了 上一次在吊橋的時候 我跟黑人哥兩個 突然有一個瞬間就是 哦 眼淚是一直流 可能 我跟黑人哥後來就講說 哦 應該是他有來吧 所以 我知道他一直都在 我一直都在 我也知道他 他一定會 他一定會 叫我 來接這個棒子 然後 他也知道我會幫他 扛著 對 我還是 很想他 我會加油 最後 最後就是 對於你自己加入完蛋 你有沒有期許 期許喔 我覺得 可能前三季 那時候真的是有一種 考驗吧 就是在 某一種的 小隊長的 試驗著 但其實 就好比今天 這樣子 新的一季 然後 有全新的隊員 我還是覺得 有好多 是我要 努力 跟要學習的 的地方 因為畢竟 畢竟KID還是 在這個節目 已經七八年了 所以我覺得 那個東西 我還是要好好的加油 畢竟鬼哥 也是努力了一年嘛 我會覺得就是 當時的第一任 黑隊小隊長的時候 他很開心 有一個 就是 憲哥的 左右手的感覺 就有點像是 完整的 這件事情 然後這兩年 一直都有一點 就是 缺一個力量 這樣子 然後這一次 有昆達的加入 其實是 蠻感動的 也覺得好像 有自己的好朋友 一起 要往前拼的感覺 我知道那個過程 其實蠻辛苦的 我當初 自己變黃隊 就自己變小隊長的時候 其實 只有我自己知道 我是怎麼樣努力 才得到這個 一個職位這樣子 然後包含鬼哥 包含 坤達哥 他們兩個一定都是 努力了很多 然後改變了很多 原本 不一樣 然後 來嘗試中藝這樣子 他不像是代替 他應該就是 真的就是 他本來就有那個資格 對啊 對啊 他本來就有那個資格 所以 我那時候 剛剛情緒就真的 滿滿的 可能是覺得說 哇 我其實也滿想跟 坤達 然後 各帶一個隊 然後 努力為節目 這樣衝一下的感覺 其實蠻好的 如果往好處想就是 欸我都可以跟 就是兩個這樣子 努力的藝人 就是一起合作 對啊 我是真的滿開心的 他就是那種 冷見性 然後可是你要叫他 他就是真的 認真的像憲哥講一個 一個一個一個 梗還是幹嘛的 我覺得 他可能現在 就是不是他的那個style 但是我覺得 我跟他兩個人 就剛好可以互補 我就是那個在前面 鬧鬧鬧鬧鬧 然後鬧鬧鬧鬧 他在 旁邊那種 直接刺個兩劍這樣子 我蠻喜歡的 假如就是我們 原本私底下的一些默契這樣 然後我就覺得 這感覺挺好的 那就是 純粑 切磅 再次 我 非常 直接 The